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小宠物的原创是谁 就是上个视频我看到一个蜘蛛 然后我就调侃的说了一句 它是我的小宠物 然后底下评论就说我是模仿泽哥 首先呢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泽哥是谁 其次就是小宠物这个称呼 我在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啊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一个梗吧 就是那种 大家都可以调侃一下的那种 我真的就是脱可而出 没有想那么多 这样吧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当时的语性啊 因为我的工作室真的很多小动物 像什么蚊子啊蜘蛛啊 这都很常见啊 偶尔还会有蟑螂 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经常断根 我当时拍视频看到一只蜘蛛 我就是很无奈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所以我才叫了一只小宠物 好啦我解释完了 拜托我真的没有模仿豆包 前两天呢有个宝贝说 我跟豆包都是玩泥的 而且配音也都是讲生活中的琐事 感觉我像是在模仿豆包 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啊 明明我们两个是分个非常不同的博主耶 啊我知道了 那肯定是我偶尔的温柔 让你们交迷了吧 毕竟美女都是一样的 那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啊 就其实我们两个都是玩泥好几年的泥泡了 但是总有人会在豆包底下评论说像我 然后在我的评论底下说像豆包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哪个博主都挺不友好的 希望不要再有人说我是模仿的啦 那肯定是比较好几个博主耶